现在我看的这个展 它是2021年的清测计划 这次的展览的话是分为两个项目 一个是未有屏幕的演出 还有一个是珊瑚岛上的死光 科幻及其考古学 我也就是大致地浏览了一下 因为这个展厅的话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一楼 很大一片 就在残我我残的旁边 然后接着我们就去到了二楼 二楼的话 左手边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展厅 里面的话就是残我我残的其中的一个装置 粮照机借用装子也我相望的许试模式 创造了一个在生物和环境光影和深色 残和我我和残相互纠缠 相应程序的甜点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约翰杜海克的海上假面舞 他的话是自称是现实主义艺术家 然后很多他的艺术是跟他的建筑学所融合的 最后一个展览呢 就是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我待的时间最久的 它是Hosein Kalayan的 就是一个服装设计师的一个展厅 作为一个穿越在精神世界的设计师 在这个展览中其实有将他比较熟悉的机械主义和秩序感 发挥到了一些精致 你可以看就是他的一些装置作品 在艺术和服装创作中 Kalayan通过电影装置和雕塑等形式来探索对现代生活的感知与现实 我觉得这个展的话其实是非常适合一些服装设计类的同学来观看的 整个展的话是由九个岛屿串联了他艺术生涯的九个阶段 起初超越变形速度与运动盲点移民边界脱身新人类学 一共有约130余件的代表作吧 集结了算是全球最重要博物馆和设计机构关于他作品的收藏 然后这次展览的话也算是Kalayan在中国的首展 被命名为群岛 岛是Kalayan的家乡想象之所 也是一个漂泊的生命体